星球大戰原力覺醒毫不意外地打破全球首周票房紀錄 票房收入已達到 5 億 2,900 萬美元 這個還未包括 1 月 9 日才上映的中國市場 市民森博物館劇院與娛樂總監扎爾斯·伯奇說 許多影迷都樂意多花錢觀賞巨型銀幕上的 IMAX 電影 體驗新歷奇景的觀賞感受 他們創造了這個驚喜世界 這是這個幻想世界的幻想世界 這個幻想世界的幻想世界 這幻想世界的幻想世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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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單是星球大戰 在之前JJ艾布斯的科幻大片亦抗數全球票房 環球影業最新的恐龍系列電影《珠羅紀世界》 加入了這場戰局 今年夏天推出的 IMAX 和三維版 首周末的票房已達到驚人的 5 億 2,500 萬美元 製片廠在能夠預見豐厚利潤時 以後會投資製作 IMAX 和三維版電影 熱門電影《復仇者聯盟》 奧創紀元就是成功的例子 影迷想在大銀幕上 觀賞精彩的動作片 艷麥從電視機內 《復仇者聯盟》的全球票房 佈持近近15 億美元 機外遊戲完結篇的 IMAX 3D 版 是今年票房最佳的電影之一 皮克斯的 IMAX 和 3D 版動畫片 恐龍當家 億命列前茅 以灰鞋的劇本 美麗色彩 和精湛動畫吸引觀眾全家觀賞 但不是每部 IMAX 電影都這麼成功 朗霍華德的電影《海洋深處》 就是一個血淋淋的例子 電影講述 1820 年 一首名叫埃財克斯的美國步驚船 所經歷的海欄 電影的靈感來自經典小說《百情機》 影評批評這部電影的故事缺乏靈魂 是鋪張的視覺效果和特技細節 將故事情節淹沒的典型例子 毫無疑問 IMAX 和 3D 模式 會持續防撥發展 通過大銀幕上 送給觀眾更耀眼的視覺享受 並且帶來更震撼的故事情節 美國之音記者普勞報道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